Hello 大家好 我是Kiki 上次家方跟大家說了 男生在宿舍是怎樣賺錢的 但其實我靜悄悄告訴你們 女生宿舍還賺錢 因為女生的需求實在是太多太多了 譬如說 女生除了喜歡吃零食和宵夜之外 還喜歡吃甜品 那我們就可以開甜品店了 夏天可以賣 糯米糍 西米爐 雙眉奶 木瓜奶 手工酸奶 冬天可以賣 綠豆沙 芝麻糊 白寶粥 鮮奶桃膠 番薯糖水 不過最好賣的都是 馬卡龍 又軟又甜 最重要是 影像很好看 只要你把包裝盒 整漂亮一點 很多女生都會爭著買的 如果你對自己的廚藝夠自信 還可以幫人做生日蛋糕 就算賣不完也不用怕 那就可以自己吃了它 一邊賺錢一邊吃東西 實在太幸福了 可能很多女生聽到這裡就會覺得 蛤?有東西吃甜品? 那豈不是很肥? 不要緊 因為我們都買沙巴律的 不單只有水果和蔬菜 還有粟米蝦仁和雞胸肉 比外面更便宜的沙拉店更多 又健康又好吃又抵食 就算賣不完也不用怕 那我們就自己吃了它 一邊賺錢一邊減肥 實在太幸福了 除了做食物 我們女生還有一件事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沒錯就是P圖了 那我們還可以開攝影室 買一張單板 買一張藍布 我們就可以在宿舍幫人拍照賺錢了 畢業季大家是不是需要很多很多正經照呢? 但出去拍又貴又麻煩 又要別人P得不好 那怎麼辦呢? 來女生宿舍的攝影工作室 價格公道 下樓就到 全程金拍 當場收圖 你想收哪裏 就收哪裏 服務是不是很周到呢? 所以生意一般都很好 而且拍照之前一定要化個美妝先的嘛 我們服務這麼周到 肯定會幫別人化妝啦 那如果我們幫別人化得好好好 好好好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開化妝室啦 大家知道的啦 女生在很多場合都需要化妝的嘛 比如說要去晚會啦 要去舞會啦 要去聯誼啦 要去面子啦 要去見男神啦 要去拍畢業照啦 要去參加畢業典禮啦 如果怕自己化得不好 就可以找我們幫忙化妝啦 不單可以幫忙做完髮型 還可以上門化妝 反正都住同一棟宿舍 好近的 那既然都幫人化妝啦 不如做美甲啦 開間美甲室 只要提前預約 就可以上門服務 同班同學還可以有優惠 你想想 一間宿舍四個人 一棟宿舍幾百人 每個人有十隻手指 那就是有幾千隻手指 哇 這個是一個多大的相機呀 而且做美甲又這麼好賺 一平方米要十幾二十萬哦 分分鐘靠做美甲 可以發家自賦 不過就算是女生宿舍 都不代表我們這樣做就是對的 畢竟我們都是沒有納稅 沒有經營退可證 和沒有學校的同意嘛 不過 的確我有很多的師姐和師妹 一開始在宿舍做甜品 做沙律 做壽司 沒有人拍照 沒有人化妝 沒有人美甲 後來畢業 真的去了開店啊 所以 雖然我不推薦大家這樣做 不過如果有機會有條件 學校有同意的話 在宿舍創業 可能都算是一種實習呢 其實也看得到 你又不做了 我先想說明的 那時候要等我 再說明的 我先要說明的 這首好 那時候要你 当然没见过 因为它是由蛋蛋后全身打造出来的 轻嗨体验饮料 辣泥和婴凉 两种口味完美融合的创新配方 带给你清凉刺激的全身感受 超刺激 超刺激 国内首创 其他牌子喝不到的 以后嘉宾觉得累 记得吹回两支蛋蛋后吧 再静一静告诉你们 4月22日早上11点 我还会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 参加蛋蛋后轻嗨体验面机大会 珠海的朋友记得过来找我面机 而住得远的朋友都不用怕 你们可以通过月之一二官方微博 以及B站直播 同步收听现场正方 蛋蛋后横素负能量 4月22日早上11点 我们一起轻嗨